热点时评 BBC报道 微软Windows故障 850万设备因故瘫痪 中国为何能躲过一劫 作者 乔·泰迪·尼克·马什 播讲 夏秋年 微软称 估计全球有850万台电脑 因全球性信息技术故障而瘫痪 这是首次对这一事件有确切统计 这意味着它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网络事件 故障来自一家名为Cloudstrike的安全公司 该公司向其大量客户发送了一个有问题的软件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 周五当天 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与蓝屏当机做斗争时 有一个国家却基本上毫发无损 那就是中国 这个国家躲过这次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网络安全事件 史上最严重 正在帮助客户修复问题的微软公司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我们目前估计 Cloudstrike的更新影响了850万台Windows设备 该公司副总裁大卫·维斯顿在博文中说 这个数字还不到全球所有Windows机器的1% 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反映了运行许多关键服务的企业对Cloudstrike的使用 该公司可以非常准确地知道有多少设备因停电而瘫痪 因为它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对许多设备的性能进行摇测 微软敏锐地指出 这并不是其软件的问题 并表示这一事件凸显了Cloudstrike等公司在发送更新前 对更新进行质量控制检查的重要性 维斯顿说 这也提醒我们 在整个技术生态系统中 利用现有机制优先实现安全部署和灾难恢复是多么重要 微软给出的数字 意味着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网络事件 使以往所有的黑客攻击和网络中断事件都黯然失色 与之最接近的是2017年的WannaCry网络攻击 据估计影响了150个国家的约30万台电脑 一个月后 又发生了名为Notpetya的类似攻击 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破坏 2021年 运行Instagram、脸书和WhatsApp的Meta 也发生了长达6小时的重大故障 但这主要限于该社交媒体巨头和一些相关合作伙伴 这次大规模故障 还引发了全球网络安全专家和机构的警告 称将出现与IT故障有关的机会主义黑客攻击企图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网络机构 警告人们警惕假冒官方的电子邮件、电话和网站 CrowdStrike负责人乔治·库尔茨 鼓励用户在下载修复程序之前 确保他们是在与公司的官方代表通话 他在一篇博文中说 我们知道 对手和坏人会试图利用这样的事件 每当发生重大新闻事件 尤其是与技术相关的新闻事件时 黑客就会通过调整现有方法来应对恐惧和不确定性 据从事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SecureWorks公司研究人员称 以 CrowdStrike为主题的域名注册已经急剧增加 黑客注册的新网站看起来像是官方的 有可能诱骗IT管理人员或公众下载恶意软件或提供私人信息 世界各地的网络安全机构 以敦促IT响应人员 仅使用 CrowdStrike的网站获取信息和帮助 这些建议主要是针对受此影响的IT管理人员 因为他们正试图让自己的组织重新上线 但个人也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因此专家们警告要保持高度警惕 只能根据 CrowdStrike官方渠道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 中国如何躲过一劫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中国几乎不使用 CrowdStrike 在中国很少有机构会购买一家美国公司的安全软件 而 CrowdStrike过去曾公开表示 中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构成威胁 此外中国不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依赖微软 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等国内公司 是主要的云计算提供商 因此 有关中国网络中断的报道即使出现 也主要是针对外国公司或组织的 例如 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 一些用户抱怨无法入住中国城市的洗来灯 断豪和凯越等国际连锁酒店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 企业和基础设施运营商 开始用国内IT系统取代国外IT系统 一些分析师喜欢把这种平行网络称为分裂互联网 新加坡网络安全专家乔西·肯尼迪·怀特说 这证明了中国对外国技术业务的战略处理 微软通过本地合作伙伴世纪互联在中国开展业务 世纪互联独立于其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服务 这种设置使中国的基本服务 如银行和航空免受全球中断的影响 中国政府认为 避免依赖外国系统 是加强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 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在2019年禁止使用 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技术 或英国在2023年禁止在政府设备上 使用中国拥有的TikTok的做法类似 从那时起 美国就开始协同努力 禁止向中国销售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技术 并试图阻止美国公司投资中国技术 美国政府称 所有这些限制都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中国官媒旗下小报《环球时报》周六发表的一篇社论 含蓄地提到了这些对中国技术的限制 社论说 一些国家整天把安全挂在嘴边 泛化安全概念 却忽视了真正的安全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这里的论点是 美国试出对谁可以使用全球技术 以及如何使用全球技术发号施令 而美国自己的一家公司却因为不够谨慎 而造成了全球混乱 《环球时报》还对垄断该行业的互联网巨头 进行了嘲讽 一些国家坚持的那种头部企业主导 网络安全的模式 不仅不能带来网络治理成果的普惠共享 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安全威胁 这里提到的共享 可能暗指有关知识产权的争论 因为中国经常被指责抄袭或窃取西方技术 中国政府坚称事实并非如此 并主张建立一个开放的全球技术市场 同时仍然严格控制其国内市场 然而 在中国并非一切都不受影响 少数公认对一家美国软件巨头提前结束一周的工作表示感谢 周五 社交网站微博上出现了感谢微软提前放假的热门话题 用户纷纷发布蓝色错误信息屏幕的图片 全文完 全文完 全文完